快坐快坐 这么多好吃的 咱俩好久没见了 让新来的帮我做个家常菜 之前那个呢 你说之前那个呀 都说他做饭难吃 立马化了 那你现在这怀仁院科的做饭好吃点 炒花甲 你怎么在这 你认识 还知道回来呀 老公吃了一天泡面了 你是不打算过了是吧 我有时候出去了一趟 我现在就去做饭 站住 嘉欣去做什么了你不知道吗 我哪知道 都急了昏了心还这么野 动不动就往外跑 他去给别人当保姆了你知道吗 保姆 你还想给我不够丢人是吧 我是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 你宁愿在外边伺候别人都不愿来伺候我 说的好听 同样都是做保姆 我在别人家做保姆既有工资还能休息 我在家呢 你是给我放过一天假还是给过我一分钱 行行行打住 我算是听明白了 不就是想要钱吗 要多少啊 爸爸都不够啊 王海鹏我警告你 我在跟前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我妹妹 我妹妹她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可以自己挣钱自己花 她不是要饭的 不是就她这个样子 她就算出去了又能挣什么钱呢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妹妹嫁给了你 当保姆就是她的妙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回这个家了 即使哪天你混不下去了 只能靠人养着 你姐我也养得起你 而不是在这儿 靠这个人渣 走 咱们回家 哎 你可想好了 你姐早上要嫁人的 像你一样当家庭主妇 看婆家的脸色过火 你还只让她能养你一辈子啊 别做梦了 要是哪天待不下去了 姐 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呀 结婚那么久 海鹏从来没有人可赞赏过我 傻妹妹 你不比任何人差 你只是很久没有好好爱自己了 收拾一下跟我去公司 我让王经理给你安排职位 去了公司你就跟着王经理 我就是想让你跟着我们公司 最优秀的经理学习 从学徒开始 一步步强大自己 你可以做到的 姐相信你 你怎么来了 家星我错了 你跟我回去吧 咱妈突然病倒了 我根本就不会照顾 你这样 我每个月再给你八百 一千六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做个家庭主妇 安安心心的照顾我和我妈行不行 凭什么 凭什么她要活成你要求的那个样子 你有想过她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吗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家星既然已经嫁给我了 姐你就不要管了吧 我拿你父母当父母 你父母有拿我当半个女儿吗 我每次买几十块钱的衣服 你妈都嫌我败家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我想要的绝对不是掌心向上的生活 没错妹妹 姐支持你 女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经济独立 因为她不仅仅是一份收入 更是一份尊严 不是所有女人的归宿都只能成为看婆家脸色的家庭主妇 同样都长了两只手两只脚 你能挣到的钱 我妹妹也能 别拿你那点浅薄的认知来我这儿秀智商 离婚协议过两天我会寄给你 还有 别想着来公司骚扰我妹 我怕你连我公司的大门都进不来 安全 人们的尊女 是说